Hello 大家好 我是Vicky 今天这个视频呢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期的一些单品 我昨天发微博就有朋友说 感觉这期比较有Course的风格 我自己也觉得这期就不管是设计版型 还有面料选择 还是颜色上面都非常有 平价版Course的感觉 忍不住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腮红 我最近涂的这个 就今天脸上这个我觉得超好看 是一个台湾一个非常平价的一个品牌 它涂出来就是那种蜜桃乌龙茶的颜色 真的超美 然后粉质很细腻 那我们是先讲连衣裙呢 还是先讲连衣裙呢 这次呢有三条懒人连衣裙 第一条呢就是我身上这条白色抽绳的一个蛋糕连衣裙 我把它放在第一个角呢 因为这是我这次最喜欢的一条连衣裙 这种白色连衣裙真的是夏日必备的 款式又非常简单 然后它这种抽绳 还有泡泡袖 还是这种蛋糕裙的样式 就是会有一种那种刚刚好的少女感 这条真的是就平时随便套上就可以穿出门的那种 由于它款式非常简单嘛 所以你搭配不同风格的一些鞋子或者包泡 就可以穿出很不一样的感觉 就比如说你可以搭配那种老爹鞋啊 然后就可以把它搭的比较运动 然后你也可以搭配那种凉鞋或者一些腋下包 也可以穿出比较适合通勤的风格 这条裙子是我最近私下里穿的最多的一条裙子 因为就真的非常好穿 它是那个纯棉的面料是没有做内衬的 还是会有一点点透明 如果你里面穿肉色的内衣的话就不明显 腰这里呢是有一个抽绳的设计 我是比较喜欢把它就是拉的松一点 就是不太强调腰身这样就会有一种那种随意感 如果你怕显胖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位置抽紧 它就会变成一个比较高腰的一个款式 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显比例 下一套呢就是我上支视频就是后半部分有穿的一套 这一套呢也是我本次视频里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套 因为这一套的配色真的超级干净超级夏天 今年流行各种黄嘛 它呢是一个比较淡的一个奶油黄 非常有气质的一个颜色 穿这一套如果你背一个那种帆布包的话 看上去就比较像那种韩国小姐姐 一个很大的一个圆领 所以它其实可以露出你这个锁骨的位置 就可以刚好平衡掉这个衣服的这个 就是褶皱和这个蓬度所带来的一点膨胀的感觉 你也可以就是把它当这种一字肩来穿 把肩带藏起来 对就是这样 我还是比较喜欢它这种大圆领的感觉 你还可以带一些这种锁骨链啊什么的 搭配的这个小短裤呢 我也想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条短裤的话它的形真的很好 它是一个很A字 然后很高腰的一个版型 这个面料呢是有纹理感 它是有一定的厚度 也是有一定的挺厚度的 它做成这种A字形之后 其实它这个形厚的很好 腰到屁股这里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曲线 就会显得屁股比较翘 穿上之后真的是非常显腿长 也非常显高 特别是搭这种比较蓬的 比较宽松感的上衣 就搭上之后会显得整个人比例很好 非常适合矮个子的一个裤型 下面条呢是这个连衣裙嘛 一个比较偏浅的一个雾霾栏嘛 有做一点这个泡泡袖 但是也不夸张 也是肩宽的朋友也可以hold住的 这条和刚刚那条白色连衣裙 其实他们 sorry我这边拉链都还没有拉 腰这边会比较偏直筒一点的 百折的一个花包的一个样式 这两条裙子它都不是那种收腰的版型 就穿着是那种非常随意的感觉 就比较cost风 这种裙子如果你怕它穿着 稍微会比较显胖的话 包包的话可以背一个这种斜胯的包包 这边可以稍微压下去一点 它另一个颜色就是这个浅性色 这个颜色就感觉更温柔更通勤一点 这两个颜色真的是实在难以取舍 所以最后呢还是出了两个颜色 我又换好衣服回来了 泡泡袖真的是惊吓超火的一个单品 它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一个版型 然后它这个泡泡袖 其实做的还蛮夸张的 因为这件上衣它是比较偏宽松型的 我觉得它也是搭配一些 比如说这种高腰的小短裤 下半部分比较收的 比如说紧身裤啊 或者那种A字的短裙会比较好看 我自己的肩宽是38厘米嘛 我觉得这件衣服如果是 肩太窄的妹子的话 可能是撑不起来的 这件衣服如果是骨架比较大的女神 穿上会更有那种时髦感 这件黑色的话 它这个泡泡袖搭配这个方领 就会更有一种那种古典 就感觉会有那种罗马假日的感觉 这一件的话 我有配就是这个短裤的一个黑色嘛 这件泡泡袖上衣呢 还有一个这个颜色 也是一个浅性色 就跟刚刚那个百折连衣裙的 那个就是浅性色 是一个很像的一个颜色 你们最喜欢哪一个颜色呢 下面呢是这一条娃娃裙 这条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版型 这条也是纯棉的材质 这条其实它的设计的重点呢 是在它的后背 它后背这里有一个小三角的 一个漏背的设计 然后这边呢有两条这个丝带 然后这两条飘带 你走路的时候 它就可以随风飘动 如果你觉得这两个飘带比较长的话 你也可以在上面系一个蝴蝶结 我觉得如果系一个蝴蝶结的话 就会显得这条裙子有点太可爱了 所以我还是就比较喜欢让它这样 就是自由的飘动 这条裙子因为我觉得它整体风格是比较甜美 比较可爱的 所以我觉得搭配鞋子的时候 就可以注意稍微中和一下 我觉得可以搭配一些风格 稍微比较偏中性的鞋子 就比如说可以搭配一些那种牛筋鞋啊 或者配一个短袜 或者可以搭配一些运动鞋 稍微比较粗犷的那种厚底的凉鞋 就比如说Dr.Martens今年的那种凉鞋 就感觉跟这种甜美风的小裙子会比较搭 然后这条小裙子呢 它还有一个这个粉色 说实话这么粉粉嫩嫩的颜色 我觉得不太是我的风格 但是就是你穿上之后把这种颜色又感觉很难拒绝 还有一条是这个裙子 穿了这种就比较显身材的裙子 你会不由自主的想要挺胸收服 这条裙子的话其实是上期的一个裙子 但是上期就没赶得上 所以放在这个视频里跟大家一起介绍一下 目前反馈都还挺好的 因为这条裙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修饰身材的 它这个泡泡袖这边会做的比较泡一点嘛 所以我觉得窄尖的妹子穿这条裙子会特别好看 胸加腰加臀部这个曲线真的做的很好看 穿上这条裙子就是那种宽肩封腰的效果 它是后背的地方露的会稍微多一点 所以拍这个视频我今天早上起来还做了一套兽背的训练 感觉是不是有平一点 虽然它是装浅色的 但是它真的一点都不会透 它是那种黄底上面的一个小绿花 不艳俗也不会烂大街的那种碎花的花纹 这条裙子的话就是今天最有女人味的一个单品 大家更喜欢哪种风格 那是刚刚那种比较无性一点的风格 还是这种比较女人一点的风格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种风格 今天最后一个单品 最后一个单品呢是一个这个半裙 这种版型的中长裙也是 就是夏天非常非常百搭的一个单品 纯棉的一个面料 是一个A字裙散裙的一个版型 它是稍微有一点点蓬度的 前面呢是有一个这种折叠的一个不对称的设计 腰带这里是有拼一个不同材质的一根缎带 后腰这边呢是松紧的 侧面呢也是有口袋的 黑白这两个颜色 我觉得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百搭的那种 黑色的话 我这次就做了一个比较休闲 比较酷一点的一个搭配 搭配了一个比较透视的一个网状的一个上衣 这种半裙因为它自己本身是有一点点蓬度的 因为它是这种棉质的面料 我觉得上半身如果搭配一些比较修身一点的衣服会更好看 就比如说刚刚搭配的那件上衣 或者一些比较修身的背心或者T恤 它里面都是有做内衬的 就是如果你不穿那种特别鲜艳的内衣 都不会太透的 衣服的部分就差不多介绍到这里 这一期视频出现的一些鞋子啊 或者一些其他包包 或者一些其他衣服 我会在下支视频专门做一个购物分享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买了一些什么东西 那这个视频不要忘了还是有福利的 B站的朋友呢一键三连加评论加弹幕 我会送一键你喜欢的单品 YouTube的朋友呢是关注加评论加点赞 微博的朋友的话的抽奖是在上一条微博 上一期视频B站还YouTube中奖的朋友 还没有来联系我哦 希望你们尽快联系我一下 就可以微博私信我一下 如果B站的私信因为太多了 有时候可能会看漏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拜拜